主日三分钟 天主教教理重温卷一 信仰的宣认 信经 众图信经的第一句 我信全能者天主父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天主教教理第四节 为我们详细解释 世界是为了天主的光荣而受造 而这个真理 已经在圣经和圣传中 不断地教导我们和慶祝 圣文德曾经说过 天主创造了万物 不是为增加自己的光荣 而是把这光荣显示和通传出来 因为天主除了他的慈爱和良善之外 就没有其他创造的理由 而圣多玛斯就形容创造有余 爱的药时一打开他的手 万物随即出现 在梵蒂岗第一次大公会议有这样的解释 这位唯一的真天主 以自己的慈善和全能 以及他最自由的决定 在起初就从虚无中 创造了精神和有形 这两种受造物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增加他自己的幸福 或者要得到什么美善 而是要透过他所赐予受造物的美善 来显示自己的美善 天主的光荣是在于使天主的慈善得以显示和通传 世界就是因为这个目的而受造 圣保禄在阿弗所书指出 天主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二子的名分 这是他慈爱计划的决定 为众扬他恩重的光荣 因为天主的光荣就是活生生的人 而人的生命就是要享见天主 如果天主透过创造的启示 已经能使世上的一切生物获得生命 这样显示天父的圣言 就更加能使那些看见天主的人获得生命 世界是为了天主的光荣而受造 而创造的最终目的就是 创造万物的天主 也都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 一面获得他的光荣 而同时也都达至我们的幸福 让我们都了解一下创造的奥迹 天主是以智慧和爱去创造 我们相信世界是天主按照他的智慧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任何的需要 或者盲目的命运 更加不是偶然的产物 我们相信世界是法治天主自由的意志 天主愿意使受造物 分享他的存在 他的智慧和他的慈善 世界是因着天主的旨意而存在和造成的 天主从无中创造 天主并不需要任何预先存在的物质 也都不需要任何的援助 創造 也都不是天主实体的必然流露 天主是自由地从无中创造 圣德奥斐罗 这样说 如果天主从已经存在的物质中 造出世界 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相反 天主能够从无中创造 他所喜爱的一切 正好显示出天主的能力 天主从无中创造的信仰 可以由圣经证明 是充满许乐和希望的真理 《马加伯》下书里面 被希腊人迫害的七兄弟的母亲 就鼓励他的儿子说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出现在我的福中 世界的创造者 既然形成了最初的人 次与万物已起源 也必仁慈 上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 请仰视天 仰视地 观察天地间 形形色色的事物 你该知道 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 人类也是如此造成 既然天主能够从无中创造 天主也能够值 圣神 赐予罪人 灵性的生命 在他们之内 塑造一伙 纯洁的心 也可以值 复活 而赐予死去的人 肉身的生命 罗马人书指出 天主是叫死者复生 叫那不存在的 成为存在的那位 天主既然藉着圣言 从黑暗中发出光明 天主也能够将信德之光 赐给那些不认识他的人 信德年提醒我们要隔身悔改 归向世界唯一的救主 求主让我们能够透过天主教教理 去深言信经 满存我们的信德 让我们能够以坚定的信心和希望 能够以完美的生活和见证 透过信经的一字一句 去宣认天主伟大的慈恩 给你出来 帮助 建筑 五道 同志 一 名